中華這支棒球31年老的紀行 除了球員在球場上拚球以外 中旁邊的啦啦隊也是球賣的關注的重點 樂天桃園隊今年就邀請到韓國來的李多蕙 讓球賣是真關注 樂天桃園的領隊表示 李多蕙帶來的流量和特輪都習慣到驚人 台灣這支棒球啦啦隊 以前跳舞常常會去酒店 他還有這支棒球 關方網站的行動是全球獨一無理的真相 其中華的領隊是樂天桃園啦啦隊林鄉蘭安 頂頂去行園 中華、中賴都是他們去民眾討論 今年緊跟邀請到韓國新行園李多蕙 前一條的應援就去因很多人 不只他們去救命的利益 球團也套路李多蕙 也去因很多手上邀請 給大家的研究筆會帶來千萬的領袖 剛好在今年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就邀請多蕙來加入樂天女孩 那事實上她的加入之後呢 的確在這個品牌的國際化上面呢 的確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進展 從韓國這樣子跨海加入台灣 那其實在球場 我們也經歷了一些蠻特殊的景象 包含了球迷朋友的這個關注的這個程度 除了場上選手的表現之外呢 其實也很明顯的可以發現 他們其實是非常的關注 都會在這個球場的這個一舉一動 那今年其實我們也有發現 就是有李多蕙的場次 相對的起來的話 這個銷售的整體的一個預售呢 都是其他場次的至少百分之三十以上 那當然我們現在還在評估 是不是全部都是李多蕙的原因 不過我相信他的這個原因 也佔了蠻大的一個比例 好人情侶最強外援的李多蕙 來到台灣的應援 總可以去印出籌的球迷到現場 是比起賓上率 坐了三十八左右 可以看到民眾 拿到尊敬 充飛如新的衛兵一親縱觀 除了高主的民意 跟厲害的武德技術 也是增加粉絲的關鍵 對球迷分享 前幾條李多蕙的球迷 根本都賣賣到 在現場對人分享到 他日前跳舞 李多蕙對武德的律動 還有頓典都非常夠威 跟台灣的啦啦隊 典現不一樣的風景 只要有李多會出現那幾場那個 女孩後面的那個勘台是全滿的 所有的人都站起來 然後每個人的手機相機 就是朝向那個舞台 因為他來的第一天我們也有入場 然後熱情真的很可怕 真的每個都是朝他在拍照 會期待來自多於不同國家 可以互相交流不同的武功 或者是各國的語言 都可以多彼此交流這樣也不錯 不為親最傲馬套囉 樂天女孩還在發實際兩檔 全身的目標 今天的外出啦啦隊只有李多會 未來也沒有拜託 會要請到來自日本的行為 上色的阻損都在幾月當中 這麼久沒可以期待 記得許願風騰和蔡宏伯多 記得在許願風騰和蔡宏伯多 記得在許願風騰和蔡宏伯多